哈嘍 我是六六 六六到你家 將帶你到六六的 100位粉絲家 拜訪66歲以上的長輩 和長輩 一同歡笑 並且讓他們身上的寶藏 被看見 今天我們要到普新 跟著67歲的 張傘阿嬤 學習做蛋腳 阿嬤 你好 這是黑米樂佛有沒有 你說人美少女是米樂佛 我們家也沒吃一口 然後也要喝 阿嬤 你今天要教大家做什麼 做一個真好吃的蛋腳 嗯? 太長了 阿嬤我最高最小的你不知道 很美 你看看後面夾顆蛋 豬肉 還有加個胡椒粉 還有醬油 香油隨性適量 放進去就好了 加一點點的水 六顆蛋 再繼續打一打 給它煎牛 阿嬤你這是起黑的 還是自己會煮的 就自己黑白餅 我們以前住在山頂那裡 他們生鵝瓶子 很壞很壞 生鵝瓶子 說人家你吃東西的時候 阿嬤跟他們回來 別看人家吃 看人家隔壁 大家出來 好 蘋果 說大家這隻吃 我們三個子 太多都在裡面 阿嬤 阿嬤沒有辦法 我都跟他說 阿嬤大哥 你們一定發粉 給我好嗎 我就很飽 好 脆到扁扣扣扣 他們也吃得很開心 一直改變 一直改變 失敗了沒關係 他們吃了肉 我就很開心 最辛苦 也是最甜蜜的 六六第一次嘗試 冷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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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冷嚼子 哈哈哈哈 蛋嚼 搖一搖 放肉 然後再把它合起來 然後再把它合起來 你的辦法比我還好 你看 你看 哇 漂亮 好 我都說一些朋友 你挨到十九 都說 不用挨到十十 等你 躲在那裡 未典當的時 不用做 那個就很難了 我今天看到一堂 我就看一堂就好了 在每個媽媽的心裡 孩子 是最辛苦 也是最甜蜜的附和 喜愛做菜的張小阿嬤 雖然生活艱難 為了孩子 還是努力嘗試 不會做 沒關係 失敗了 沒關係 孩子吃光光 就能帶給阿嬤 最大的滿足 阿嬤告訴我 能做就是幸福 莫出就能快樂 在阿嬤不抱怨 不哀嘆的人生裡 我看到了 生命酸甜交織 最美好的滋味 祝福大家 歡迎一間 一間 一間 感謝 原贊 一百十元 哈哈哈哈 得到 有 一間 一間 二間 一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